欢迎全开门的时刻 今天在台湾发生了一个 重大的政治风暴 而这个政治风暴 竟然要让我们的国防部长 邱国正提出辞策 当然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说 基于当前区域安全警势复杂 政府在交接的期间 应该国防部长要坐正岗位 你刚才讲啊 总统都知道说 这个时刻是一个交接的时刻 情势安全情势复杂 那邱国正干嘛辞职 而邱国正现在没有办法 是因为他的儿子出事了 他儿子现在在外面 流传了八个影片 八个影片 大概看起来内容非常的不堪 而且都是跟他的私生活 都是跟他嫖妓是有关系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嫖妓 今天要逼着邱国正辞职吗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最不解的是 如果你单纯的 只是你个人的行为 你干嘛拍这张照片 你为什么把你的健保卡 给丢了出来 所以是时候 现在大家想说 这个风暴只是单一事件吗 还是一个大风暴的开始 我们之前在谈到赵天理的时候 他有一个神秘的档案 丢到了整个媒体界 丢到媒体界的时候 上面的档案就是 Guess who to be continued 猜猜下一个将是谁 就这个丢完了以后 接下来罗志正的影片 就被丢出来了 罗志正的影片丢出来以后 Guess who to be continued one two 这已经是第三期了 对 没错 事实上今天的媒体丢出来 就是邱国正的儿子 来涉嫌 已经去涉嫌 去嫖妓这件事情 但是你知道 事实上这里面来说的话 当然 他这里面有非常多 八部这个影片 非常不堪 另外就是说 还PO出了这张照片 他儿子自己拿着这个健保卡 好 那事实上 因为这件事情弄出来之后 邱国正的他就是觉得说 那我要请辞 虽然这个时候 他就跟总统府说 我要辞职 但是因为 保洁你知道 事实上这个时间点 非常非常之敏感 很敏感 为什么 第一个 我们现在呢 中国跟菲律宾呢 现在在南海 都快要打起来了 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长 还跟菲律宾国防部长 重申说 我们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是有效的 中国跟菲律宾 已经快要兵凶站围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点 才讲过一个专题就是 中国它的船子 用以高往下 以强对弱 用那个水炮 几乎把菲律宾的 运补船给打穿了 对 所以那事实上 现在中非很紧张 两岸之间现在紧张气氛还是存在 这个时候如果 邱国正在去之后 又在政党 又在这个时候 政权要交接之时 当然非常影响重大 所以说 今天丢出来的这个时间点 非常敏感 当然是这样子的 而且事实上 今天又是三二九 军方重要的这个所谓 去忠烈祭拜大典 邱国正也没有去啊 所以事实上这件事情来说 对我们国防体系 产生非常大的 一个动摇的这个状况 好 那我们刚才讲的 之前是赵天霖 后来是罗志正 现在是邱国正的儿子 他们共同条件 今天赵天霖跟这个所谓罗志正 都是民进党的 国防外交委会的成员 现在邱国正的儿子 根本是国防部长的儿子 对 没错 事实上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一波 有所谓的爆料 从这个赵天霖开始 你看赵天霖 在这个网路上的档案 你看 Guess who to be continued 一 对 一 还有谁呢 第二 那时候就有 非常多的这个照片 那紧接下来的话 有二 第二个是谁 第二个就是罗志正 罗志正有非常多的影片 那现在是三 三的话就是邱国正的儿子 那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 保洁 这三个是连贯的 当然是有共同点 第一个 这个所谓罗志正跟赵天霖 他们都是外交 在我们立法院是 国防外交委员会 常年接触非常多的机密 你说什么 他们登到太平岛什么 他们都去过 我们台湾很多基地 他们都去过 他们这么机密的人 他们居然有这样的照片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对 目的是什么 大家不知道 另外这个 他儿子 邱国正的儿子 他本身就在情报单位工作 他不只是邱国正部长的儿子 他还在情报单位工作 他是个情报人员 所以就这样的状态之下 你看 完全都是针对我们的国防 外交跟所谓的情报单位 而来的 所以你要说 这后面没有人在搞鬼吗 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个状态 都觉得 怎么可能会没有人在搞鬼 而且刚才讲是说 现在从赵天里开始 他是跟中国的女子来交往 后来看到罗志正 当然那是台湾的女子 可是他是在中国的网站 所公布出来的 现在到了第三 更奇怪的是 他跟罗志正公布的网站 还有暴露的媒体 对 是完全同一个路线 对那这其实有一些 相关的路 相关的这个保所出现 第一个 那赵天林丢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是什么 那时候他选战开始打的时候 这个不是这个所谓 我们另外一个立法委员被质疑 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卖国量事情吗 马文君立委 丢出这个赵天林出来 丢赵天林出来 当时民进党是说我们根本没办法再攻这个议题 所以大家记得那时候丢出来是这个时间点 是直一马文君 马文君那时候浅见 对 然后后来国民党就说 你们不是也在这个亲中吗 对 所以就说那时候就底下这些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罗志正 罗志正丢出来是什么时间点 保安立委选举 立委选举之后 我跟你讲 插这个板桥这一席重不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他是操作之后 我跟大家讲 叶元智就是因为这个影片他才能够当选的 否则他怎么有可能会当选呢 大家都是这样认为嘛 所以呢 这个影片 让民进党整个选情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说刚刚讲 这三个影片都跟中国有关系 这三个影片丢算的时间都非常难人寻慧 赵天林是当时 潜见案攻击马文君最激烈的时刻 到了罗志正就是我们的立委选举 到了邱国阵 刚好 我们的权力要交替 对没错 在这个时间点来说 如果这个邱国阵去职的时候 我们军方难免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这个状态 好 所以 那另外还有人说什么 你看时间点都非常的这个诡异之外 另外就是 其实邱国阵的儿子 在这一次里面来说话 他是不是太过 到底是怎么样了 为什么你的影片会 会到网路上面然后被流出来呢 现在当然是他自己的生活不检点 现在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状况是 现在变成完全两派不同的说法 一个说法是说 他儿子太高调了 甚至他儿子还去炫耀 他这个嫖气的这个故事 但是另一方面就讲说 你以前有听过邱国阵的儿子吗 邱国阵的儿子最早是 他那个11岁的时候讲过这个故事 后来就从来没有听过了 而且邱国阵的儿子 在陆军官校毕业 在装甲兵学校毕业之后 他干嘛直接去军情局 任何人进到军情局的 第一个动作叫改名换戏 所以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 邱国阵的儿子名字到底是谁 这一段时间里面 只有后来中国的网站说 当时他外派到土耳其 中国竟然在那个时候想要抓他 就没有想到 一个一直非常神秘的邱国阵的儿子 现在搞得全国都知道了 现在当然有非常多的说法 有人说他很高调 在网路上跟人家炫耀 然后跟同事炫耀之后 这些影片流出去 但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 他儿子是真的非常的低调 譬如说他儿子 他一直在跟邱国阵 他还follow邱国阵的脚步说 我要去从军 他们在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就这样讲嘛 从军之后 因为他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他有一度被外派到土耳其去 就外派到土耳其去后 听说中国官方 知道说他是邱国阵的儿子 那疑似当时有可能 要去抓他 对我们当时的军方怕说 如果被人家抓到的时候 那会不会形成一个 被人家要挟的这个对象 所以当时就让他儿子 赶快回到台湾来 赶快回来的时候 中国媒体还有报道过这件事 他们就说 差点活桌台湾高级将领的儿子 所以的确你看 经过那件事情 你觉得他儿子会怎么样 或是邱国阵的要求你怎样 逼调一点啊 不要这样子啊 这个情形嘛 就被想想你看 然后甚至后来邱国阵 被调到这个 所谓的情治单位去的时候 他儿子就在里面工作啊 他儿子甚至都还不敢去 靠近他老爸 让人家知道他老爸是谁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那谁会知道 这个邱国阵儿子的身份呢 难道是他早就被 有心人锁定 还是说到底是 我们的国安单位里面 有人互相内斗 但是无论如何 保险无论是内斗 还是有心人是在操作 这件事情来说 这绝对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邱国阵是我们的国防部长 而且这个时候是 两岸相当危急的时候 他如果真的假设去指或是怎样 这一定会牵动国防局势 这两天传作非常事 刚刚讲 邱国阵的儿子居然有八段影片 流露在外面 不但八段影片流露在外面 大家觉得最不显示 你怎么会连这一张照片都公布出来 当然现在讲是 我当时因为COVID-19 我COVID-19我透过网路去看诊 透过网路看诊 刚刚讲这个非常不合理在哪里 如果是网路看诊 谁帮你拍的 医院帮你拍的 你这东西是在医院里面 好的 刚刚讲的 这些影片谁拍的 这很清楚 是邱国阵儿子拍的 这个儿子拍的以后 要不然就放在你的笔电 要不然就放在你的手机里面 怎么可能说 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同时间全部流露出来 这事情的话 其实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非常奇怪 现在来讲的话 邱国阵儿子拍的这个影片 确定来讲 就是他自己拍的 因为有去调整 然后甚至有拿出来的镜头 整个都有非常清楚 那他去偷拍了这些影片之后 竟然被人家丢到一个色情网站 色情网站的来源 其实跟之前罗志正前委员 也是都一样 对 然后先丢在那里之后 而且丢的时候知道他的背景 因为丢的时候 叫他叫什么 反恐哥 知道你是在军情单位 知道是在情报单位的 好 然后就有了把它整理一下 你看 这个东西 竟然是邱国阵部长儿子 使用国安器材 偷拍的第一步 这是国安器材 对 国安器材 这是国安器材 对 然后就是他们国安器材第二步 然后还有强调是哪边的妹妹 然后还有主动 反正这个东西 都是有注解的所有的影片的一个重点 都被挑了出来 甚至里面还有提到说 他要英文跟对方讲说 他是secret agent 现在讲说他的工作 那这个东西 他还说他是情报员 对 这个东西大家觉得不解释 你这个东西 你到底在想什么 然后呢 影片竟然就 啪啪啪啪啪啪啪 不是情报人员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保密吗 对 不是要隐藏身份吗 就你在干那件事情的时候 你跟他讲说你是情报员 对 所以他的东西来讲的话 大家就觉得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离谱 好 除了这些影片之外呢 大家回头来看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一张照片 我们先讲这个第一个说法 会不会是COVID-19的时候呢 你要去网络视讯看着 但其实以这个话术 以这个像术来讲 我觉得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是webcam 其实那个时候 量体太大了 大家都有 不然家人也有 理都不理你 赶快问一问 赶快弄一弄 会这样子 然后端端正正的 把你拍下来吗 而且你用webcam的话 你的话数有这么高吗 其实不可能那么高 因为我们拿到这张照片 可能已经传了几手几手 还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我觉得这一定就是 高话数 对 有人帮他拍的 如果你今天来讲的话 你要自己拍 自己拿这个证件的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都有拍过啊 那个时候要来录影的时候 不是都要拍那个 我们跟那个快筛的照片吗 你就是歪歪斜斜的 咳插一张 这个这么积极 这么正面的话 一定是有人拍的 是谁帮他拍的 然后呢 最特别是 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 其实我觉得看起来 是有点 被人家恐的感觉 有点就是 有点不太情愿的感觉 所以这张照片拍下来之后呢 现在国安局 头上摸在笑啊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不只是前面 那个八段影片的一个问题 如果他的手机 不是自己上传到 色情网站的话 那是谁上传的呢 而且刚刚讲到 徐晓鑫 我讲到 现在国防外交委员会的人 都收到了这些引带 对 收到这些引带的时候 刚刚讲到 爆料子 将这个讯息 已经传到各大媒体 还传到了立法委员 传到立法委员的时候 刚刚讲到的 这个国安人员 就是他的儿子 对应召女 透露说自己的工作 你怎么会去透露自己的工作 然后呢 他自拍的 这个所谓的自拍影片流出 那什么流彩 是你的手机被骇客骇入 还是说 你的机密资料外泄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想一件事情 如果他连续有这么多的影片 其实你回头去看 这八部的影片 就是在什么时候 决定把它丢出来的了 就是他告诉别人说 他自己的职务 就表示说 收证完全了 你前面那些东西 早就有了 但是呢 对他来讲伤害不大 确定你就是情报人员之后 就丢出来了 只是说现在来讲的话 怎么会有这些照片 这些影片 你放在手机里面 你放在笔电里面 因为我觉得他自己 上传的可能性可能小一点 而且刚刚讲 今天连国安局长 蔡明言都讲 这件事情 事态严重 对 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还有一个状况是说呢 现在来说的话 他们军情情 情报局来讲 过去曾经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的资料外泄 那个时候健保局有一些内鬼 把东西拿来之后呢 拿出去外面卖 军情局的资料外泄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其实国家情报工作法里面有规范说 这些情报人员 本来你就是要cover的 你要有保密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其实因为这个健保局的资料外泄 有第一波 但其实我知道说还有一个事情是 国安局里面 还有整个名册是直接外流的 整个名册是被人家拿到的 那个名册有多门 他就是一个Excel表 Excel表就是你的职籍姓名 你的原名 你的化名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出去了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 CIA在中国的情报网站 就是因为资料被外泄 资料被外泄 当时有数十个 CIA在中国的干员 一个一个被杀 有一个更可怕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报道 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在街上在喝咖啡的时候 直接被人家砰掉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包括这个健保局 你的资料拿出去外面卖 包括国安局里面的 内部的一个人员 真的是据姓名 连一般的行政 连约聘雇 到你是什么 你的职籍姓名 你什么时候烤进去的 那些东西都已经外泄了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就想说 这新闻就算了 让他们想办法去处理 但是你回头来看邱国正的儿子 会不会这个事情是都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已经 知道说 锁定了 对 锁定了到底是谁 然后一路跟一路追 甚至我觉得说这个影片 早就掌握在手里很久了 就是终于他已经自己去跟别人讲 他自己的情报 情报员员身份之后呢 就整个Bingo直接丢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细时期我觉得 韩毛树立的事 他不是单一事件 对 刚刚讲的 从赵天玲 从罗智震到他这边 之前丢队影片就是 Guess who to be continued 当时就警告说 我猜猜猜看 下一个会是谁 就真的有1 有2 现在连3都有 而且他的这个都跟中国有关系 代表你现在到底有东西流入 而且都是国防外交的人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其实他们应该是有接触到很多的一个 国防机密的一个资料 如果他们自己有一些东西的话 不只泄露了这些情色的东西 他们会不会自己有一些东西 其实对岸已经拿去了 对 然后呢我们的情报人员 从他前面的那一个 你的直级姓名 你的Excel档案被弄出去之后呢 如果他的手机或者是他的笔电 都可以被入侵的话 现在我讲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是用他工作的一个器材的话 那是 那用国安器材 对 是不是整个国安局的内部 已经被打通了 所以呢 到底来讲 我们的国防安全 我们的这些情报 是不是完全没有秘密 就是像他们这样一样 如果 真的我们讲说对岸要的话 是不是已经掌握到 而这些人呢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需要你的时候就丢出来 需要你的时候就丢出来 我觉得这个下个问题是 你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泡出来 而且我们看到了 这个所谓媒体丢出来的资料 当然你今天有一些不当的行为 不当的行为之外 他非常主动的 原来你去 去跟 发生这件事之后 发生这件事之后 你还去帮人家打分数 对 打说这个女孩子的皮肤如何啦 这个服务如何啦 还讲说他在这个上面的表现如何 你也太夸张了吧 其实这件事情对国安局来讲的话 他们 吃假的同仁非常的愤怒 他爸爸是非常严苛的哦 三皮将军 管你的你的头皮 管你的你的那个草皮 然后最后呢 你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他不觉得说被羞辱 他说我也要管你的皮鞋 但没想到他儿子竟然是做这样的事情 好 我们要从几个反应层次来看哦 第一个 赵天龄到罗智政到我们讲邱国正的儿子邱晃年 他都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 他们都跟国安系统 国家安全是有高度关联性的嘛 所以我们先把事情确认 那怎么会这么好巧不巧 而三人同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都是桃色纠纷 都是跟感情有关 包括我们先前讲的 还记不记得赵天龄的那名女子 他是用3D方式去移动的 那时候大家就怀疑说很诡异 到底是你是有意的可以来接近你 还是说又怎么样 因为我们如今哦 你在看到邱晃年他的案例 可是我觉得当时最怪的是 你们两个等于说 都很多次在日本去约会 你在日本约会 他为了要配合你 要从中国跑到日本跟你相会 有这么伟大吗 对 而且保雷哥这三个人刚好都有一个共通点 罗智政我们先放在旁边 赵天龄这是与人的接触 而他与该名女子竟然敢自拍照 这说明了一件事情 取得高度的信任 对不对 那我看一下邱晃年 以及邱国正他儿子这个案例 你们有发现也有一个共通点 什么话 取得高度的信任 你看一下他跟那个对话内容 他跟那个陕琪拉 跟那个鸡头的对话内容 他是很相信他的 他跟陕琪拉有直接对话 对啊 他们两个这个LINE截图嘛 就是说哎呀你觉得怎么样啊 客人他说哎呀我觉得非常棒 他说哎呀那你帮我们打个评分好不好 他说好啊我马上帮你评分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那个野狼嘛 那个评分表 对嘛而且 保留哥代表这是什么 第一个 他还是说 那个对象在床上跟野狼一般 对嘛所以代表他是 哎拜托 你如果今天跟一个不熟的人 你好歹会害羞 好歹会不好意思 所以代表他进行这样子的 一个交易的过程 跟沟通的过程 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 他是在很长的这段时间下 已经被取得对方的信任 对方也取得他的信任 所以最后才爆发这么多事情嘛 所以你仔细看哦 不管说他这个照片 第一个健保卡 到底是说他为了要取得 对方验证的过程拍下来 还是说他被强迫 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邱国正那张照片 因为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跟媒体一起揭露出来的 而邱国正那张照片 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你知道为什么保诚哥 为什么 干嘛要把名牌排进去啊 你干嘛要把国防部长 名牌排进去啊 国防部长邱国正 对嘛因为你今天看上面那张照片 它是不是像一个全家福 抱着小孩啊 这个有丈夫 这个有妻子 但理论上 你们拍你们自己的人就好啦 你说爸爸妈妈跟爷爷一起拍照 他两张照片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 我可以做身份认证 对不对你看我左边的健保卡 有名有姓 有身份证字号 有你的编号 对照你上面的人图 就右边我可以知道他是谁 直接跟你讲他是台湾 在中华民国的官方邱国正嘛 所以这两张照片原本应该是属于哪里的 在他手机里面的 要嘛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 真的就是原本放在他们手机里面 再第二个是被迫对方胁迫 所以在得知他的身份证之后 把他相关资料要求他交出来嘛 但保诚哥你知道最可怕的东西在哪里 还有更可怕的 不当然嘛 我问你这两张照片有没有涉及到国防机密 没有 那请问一下他的手机里面 会不会有国防机密 不知道 对嘛一定会有 他是情报人员他是国安局人员 所以他的手机里面一定额外更多的国防机密 不是我觉得他现在根本是个250 你哪有在做这件事 你跟他讲我是个agent的 对嘛 所以他让对方知道他是agent之后 那只有两种可能嘛 一个是 好我本来不知道你是agent 我不知道你是特务 但我接触之后发现 你是个恶任子 你是个冤大头 我借机来去敲诈你 勒索你跟你要钱 然后最后谈不容 破局嘛 再第二个可能 从头到尾 人家知道你有这个习惯之后 就去射套 射套之后才进而去 进一步的勒索你 取得你手机的国防机密资料嘛 所以你看一下邱国正跟他的反应很怪喔 邱国正不知道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把他儿子叫来 他案发这件事情之后 媒体报告说他把儿子叫来 他是跟他儿子讨论过之后 他说好 那我决定要去请辞 那我请问一下 邱国正在叫他儿子来之前 知不知道他儿子有嫖妓的事 不知道 知道啦 他已经看到媒体了嘛 他看到媒体之后才把儿子叫来嘛 他已经知道有嫖妓的事实 那他要确认的是什么 邱国正要跟他儿子确认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泄露国家机密 你有没有跟对方有相关的纠纷 甚至是你有多少底细被泄露了嘛 所以邱国正是跟 我直接羞愧男女余地 我要原地装个洞挖进去 我马上去请辞嘛 那就值得啦 对啊那怎么会是叫儿子来之后 跟儿子谈过之后再请辞 所以代表一件事嘛 他要请辞的原因 不在于他儿子嫖妓与否嘛 这不是他决断下判断的一个标准嘛 他的标准是 我跟我儿子谈过之后 到底确认 什么样的案情 我才有办法做决断嘛 所以 鲍雷哥 那请问一下他儿子除了嫖妓之外 他还有什么案情好确认的 国家机密嘛 国安机密嘛 所以他把这件事情 厘清的事情就懂了吧 所以后续包括尼亚一个人是谁 蔡明燕说 事关重大 只是攸关国安机密 而且他是马不停蹄的接连 把相关的关系人 包括他儿子在内 约然去约谈 去约谈说 到底你发生什么状况 你泄露什么事情 所以你看懂了 现在为什么蔡总统 绝对不能把这件事情 让他请辞 为什么不能让他走 我问一下 如果说今天只是单纯 他儿子嫖妓喔 蔡英文还可以让他请辞 蔡总统还可以让他请辞 但如果涉及到国家机密 代表对方就是 瞄准的你的国防部长 瞄准你的国安系统而来 请问为了我们的颜免 能够让他请辞吗 不能 请辞就代表说 我们输给你了嘛 我们屈服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状况 绝对不能请辞 你再看看民进党 罕见的为了这件事情 又开始讲这位 然后郑重其事跟大家讲说 吴思耀跟大家讲说 哎呀跟各位报告了 这件事情跟国安官 绝对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没有拍 你知道吗 每次吴思耀都讲通 我就要往西边想 对嘛 所以代表说他就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 他说因为他没有拍到 国安的影片 他都是私人的影片 所以跟国家机密没有关系 各位 你相信吗 小学生都不相信 当然就是因为 有这些私密的影片 才会牵扯到 所谓国安外泄的医院嘛 所以当你越要密盖民众 我跟各位报告 这件事情 跟国安高度相关 好 至于演讲 会修过了啦 其实因为 试涉国防部的部长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啊 先讲还有几个是立委 赵天林 罗志正 但是我是觉得 状况看起来有相似点 但也不完全一样 因为毕竟他儿子是 自己跑去做这些事 对不对 罗志正也是自己干的啊 对 但是问题是 赵天林也是自己干的啊 那秋国正 到底是第二照片怎么会流出来呢 因为罗志正跟赵天林 他们都有未来的正途发展啊 罗志正还可能想要当外交部长 赵天林要选高雄市长了 所以现在是不是断掉了 那你说 邱国正儿子要干嘛 他没有干嘛 昨天以前根本没有认识他嘛 那他会不会影响到邱国正 那当然会 可是问题是邱国正 还要有去当国防部长吗 把这更懂我意思吧 所以不一样地方在这里 赵天林跟罗志正是断送了 他们以后政治的前途 但邱国正早就告诉你 我就做到520 我也没有要当赵清德总统当选人 那为什么他这次都丢出来 难道他儿子真的是个250 他的儿子真的到处炫耀 炫耀到大家都知道了吗 所以这个 于先常讲细思极恐 对不对 那要不然就是真的 我们被情报网被突破了 连这个国安局里面的 邱国正国防部长的 儿子的手机的影片 都被破解 要不然呢 就是邱国正 因为以往是这样 罗志哥你要知道 邱国正去接国安局长的时候 当时他儿子就在国安局 可是他那一天的不打典礼 在国安局的时候呢 他儿子 他说他在台上看 看他儿子在哪里 看不到 后来事后在吃饭 中午三天的时候 遇到问他说你刚刚怎么没来 他说因为你当局长 我觉得我要避险 所以避开了 好那现在邱国正 应该就做到520了 今天没有这件事情之前 520以后邱国正 他就不是国防部长 对不对 那以后他儿子在国安局的 包含升迁 包含他的那个影响力 是不是有人希望说 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根本连后续的机会都没有 甚至他儿子可能直接就在最近 今年结束以后就被太除了 所以他也就断了嘛 所以断的不是邱国正的路 而是他儿子的路 但这个跟刚讲的那个县长 或者是外交部长 那层级差很多 所以今天你没有做这个事情 没有拍这个影片 没有人能弄你 可是你既然已经出了事情以后 把这个你要知道 因为八段影片看起来 都不是被偷拍 很可能是自拍 他自己拍的 因为其中一个影片 有那个他自己在那边 炒镜头 对他在放那个镜头 在调整镜头嘛 但是被拍的人 如果并不知情 也不愿意的话 事后他们万一知道这个事情 是会有很严重的纠纷 你怎么可以把它拍下来 所以其实我现在 现在案情并不是非常的明朗 你说如果被偷拍 就问题大了 对啊 那对方如果后来发现 你有偷拍的话 那就会有纠纷了 所以这事情等于就是说 这事情为什么会爆出来 除非他自己跑去 炫耀这些影片 炫耀这个事迹 可是他是国安人员 所以到现在为止 几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他是不是自拍的过程当中 被发现 其一 其二 那个键毛卡 到底是被迫被拍下 还是一开始他要取信 对方要接触上面所拍的 那总之 我们都不知道实情 对不对 我们都只能够研判嘛 邱国正问完之后 总不会还骗爸爸吧 邱国正听完了所有事情之后 这件事情就是告诉蔡总统 我不能再干下去了 表示 这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 现在只有一个是确定的 邱国正干不下去了 这个案子 现在国安局已经立案调查了 你也知道 情报人员泄密 只有两个可能性嘛 一个可能性就是 因为钱财的关系 金钱的诱惑 或是女色的诱惑 那这件事情 可能两个人兼而有之 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情况多严重 但是外面 现在目前呢 我刚刚也简单的 看了一下这个影片 因为我总是要 因为我很少有机会看 但是刚刚 我大概跟朋友分享了一下 看一下 搞得很专业 你知道 首先他不是在什么特殊的 什么级领户 他是在宾馆里面 所以他特定的 一对一的情况之下 来拍摄这个影片 那所以拍摄影片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看不太懂 他到底是已经贞得女方同意 还是没有贞得女方同意 对 而做这个行为 但是现在已经被剪辑成 非常精彩的一级 两级 三级 把那个标头已经变成 台湾国安局局长 邱国正的儿子的这个 色情片 还上英文的字幕 还上英文字幕 当然 台湾整套 所以表示在色情网站上 现在大卖嘛 那为什么这时候 会公告出来 因为像520 他那个时机选到520前 绝对不是偶然嘛 他选520前的话 故意的 就是故意的嘛 那故意的情况之下 这是最后的一期嘛 那换言之讲 一定某一方面 有对邱国正 或邱国正的儿子 来有所需求嘛 有所需求 因为你知道 情报工作很简单 什么叫做情报工作 就是我东西 永远不会让你见光嘛 我不会见光 我会持续可以跟你勒索 跟你要东西啊 对 所以见光是代表什么 破局了 就破局 见光死嘛 那见光死 表示说已经泄灭了一些东西了嘛 那邱国正 当然这个不能干啊 大家怎么可以干呢 另外一个还有 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 与邱国正这种职务 那么高的上将的职务 他家的公子 在国安局 在军中服役的话 一定有特殊的身份嘛 他长期享有一些特权嘛 那特权的过程当中 最所谓的被管制的项目 一定特别松散嘛 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邱国正的儿子 还有我们两位立法委员 都是在跟国防外交有关的 那换言之讲 台湾的特权分子 也等于泄密分子嘛 那这个我们的国防这个洞门大开啊 一天到晚 然后你不要光去抓里长 选举抓了一大堆里长 还有抓了一个民众党的 好像拿了一个一百万 这个都严重嘛 邱国正的儿子本身在泄密 而且他 你根本祸起消强了 这个我这意思是说 在高层 在重要职务的高层 他们把泄密这个事情 当作示弱平常 然后呢 你在国安局也好 调查局也好 警察局也好 治安单位 去抓国安业务的话 都抓里长 我们看都是里长 没那个里长再刷 根本就是在戒选嘛 就是司法戒选 但是真正的国安 应该有的防备 都没做 都没有做 都门大开 而且他已经搞好几年了 他不是今天搞 他搞好几年了嘛 搞好几年了 搞好几年 然后为什么人家今天丢出来 就是最后邱国正要下台了嘛 邱国正如果不下台的话 这个会不会丢 我觉得不一定耶 因为邱国正下台这件事 是谁讲出来的 邱国正自己讲的你忘记了吧 老子不干了 他要下台了 没有利用价值了 没有利用价值了 没有威胁必要了嘛 我没有利益可图 无利益可图 所以干脆给你变成A片的男主角 搞什么东西啊 国安局的上将的少爷公子 大有可勒索价值 最后他老子不干了 他变成A片男主角 行其一落千丈 那这个问题是 结构上而言的话 我们这个国家的情报的管理 我们的国安的管理 太糟糕太糟糕了嘛 所以蔡英文总统 不应该让这个邱国正再留下来了 因为这个已经整个国军的威信 整个一点的这个权威性 荡然无存 快点明天让他走路吧 马英九干嘛飞去不可 他这次见得到习近平吗 那个马英九去见谁 见习近平或什么规格 那些其实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关键是 我们在520有一个政权交接 你在这个时间 跑出去的目的何在 目的什么中心 目的很简单嘛 一定是配合中共的大外宣 他会做一些有关 我们的新政权或未来 台湾政权的一些宣誓嘛 马英九去配合中国 不 说法上一定是配合的嘛 马英九有可能跟人家吵架吗 不可能 你想一个中国的 没有人 我中华民国 他会这样子吗 他连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都不敢这样的 所以说嘛 所以说嘛 所以说这个时机跑到北京去 最后一站到北京 他去很多地方 那到北京应该可以见到习近平 见到习近平 习近平跟他会有一个会谈 所谓的马习二会嘛 马习二会问题是这个时机来讲的话 对台湾政府是最不好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这个不好的时间点在哪里 因为习近平现在急切的需要一些 他内部也有些需求 他对美国有些需求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所谓的 大概念的宣誓的一些的 宣传用语嘛 那些宣传用语的话 很自然的必然就在国际上 马云九的行为就解读成对台湾的矮化 对中华民国的矮化 这一定发生的事情 马云九知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 对嘛 所以这个时候去找这个麻烦 涂了什么东西呢 所以说今天中国在台湾 你说有没有渗透 我当然相信有渗透 可是你说渗透谁我不知道 但你说有没有渗透马云九 我相信啦 不是 马云九不用渗透啦 马云九的意识形态已经跟北京 他会伏伏前进跪拜向前 他已经一次了 一定一次了 我要讲第二个情况 就是更糟糕的 就是国际环境 因为现在国际环境来讲的话 讲难听一点 美国一定也在居中 在中台之间在穿梭 希望我们的赖政府 新任的赖政府 未来在两岸之间 能够有一个 比较改善的可能性 那你现在跑去做这个动作来讲的话 是有助于整个事情运作 还是有害于这个事情运作 有害 当然是有害的 因为到国际政治在操作的时候 美国有一定的操作的原则跟立场 你中间突然间你杀出过 这个陈晓晶 结果已经是对两岸关系 或是对赖政府跟北京当局的 这个有可能的谈判 而产生的负面的影响 就像2004年 陈正平连任的时候 本来当时是两岸有机会谈判 后来为什么完全破局 因为连夜夜去了 有连夜夜去了以后 我就不用跟你陈正平谈了 对 这个就是 连夜夜不是自己游泳去的 对 连夜夜是整个的情势的 看起来就是要 对一个台独政权 做一定程度的牵制 那现在这个故事是重演 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 赖清德的政府 是比较牵向于所谓的台湾 牵向于比较台 比较台湾独立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做这种牵制的情况之下 也是一个负面的打压的效果也会跑出来 这个怎么算 这个仗都不是对我们台湾 或中华民国有加分的一个仗 在这个中毒事件里面 两名死者已经确定 大家都验出了米酵菌酸 下面我想到六个重症 现在有六个重症 六个重症也都有米酵菌酸 好吧 现在目前大家最害怕的是 台湾现在有米酵菌酸了 你确定就是有了 好吧 先跟观众们讲 确定就是有了 而现在造成这起事件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货源 应该就是米酵菌酸 知道是这个 我们要把它避开 看起来我们能够掌控后续的范围 但是一时而一时 一则以忧忧的事 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对不对 大家讲说米酵菌酸就裹条 不是裂了吗 好 老杰哥你要知道 今天王碧胜次长 今天的傍晚六点半 突然紧急召开记者会 大家想到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第一起 有验出米酵菌酸之后 后续两个死亡 目前家务病房五个 一般病房一个 加起来总共是八个人 刚刚卫福部已经全部 清验结束以后 两位不幸死亡的 对不对 他们验了以后 有没有米酵菌酸 有 然后家务病房现在目前五个 我们全力讲究 希望他们都可以康复 这五个验了以后 有没有米酵菌酸 也有 还有一个没有那么严重 但也住了一般病房 他也验了 有没有米酵菌酸 也有 所以百分之百 目前住院跟死亡的 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米酵菌酸 那这米酵菌酸从哪来的咧 那当然大家想说 一定就是吃嘛 所以你要知道 米酵菌酸跟轻症的 我们把它整个图 拉开来看就知道了 保险你看 两位死亡 324死亡这位 跟321死亡这两位 你看他吃什么 有没有果条 有归啊 那这个有没有果条 有归啊 所以大家一开始担心 就是果条 因为果条两个人死掉的 都有吃啊 那现在五个家务病房 你注意看 家务病房的滑蛋河粉 这也是跟果条一样 后面家务病房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看到 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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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 全台湾说实在的 这两天 谁敢吃果条 我不敢 就是果条嘛 那又是米酵菌酸 六个人都验出来了 两个死亡 六个住院的都有果条 然后呢 他们现在目前看起来 都是吃了果条以后 身上也都有米酵菌酸 一定是果条啊 对不对 米酵菌酸就是吃果条 你才是没有人敢吃 但是保险哥 除了验这几个住院 跟两个死亡的以外 卫福部今天下午 同步也公布了 不是在现场带回了食材吗 不是也去追到了 上游的那个厂商 对不对 他供应上有果条的吗 通通验了 将近二十个以上的浅验体 没有一个含米酵菌酸 所以果条没有啊 那现在跟卫福部也不知道啊 确定这些人 死亡跟住院住院米酵菌酸 可是他们同时都吃了果条 但果条下一验 居然没有 好 那保险哥 那就进到第三阶段了 是不是他们当时吃的 这些果条有 而现在残存的 包含在这个餐厅跟这个 上游商所供应的果条 没有 那是哪一个过程当中产生的 是哪一个过程中产生的 哪个过程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你要知道 所以你现在是硅啊 还是调味料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要把那个范围 那我不知道我怎么预防 所以我就说嘛 我们至少知道是米酵菌酸 可是不知道怎么避开 这个米酵菌酸 你说我不吃果条就没事 或者说果条不可以冰了又加热 加热以后又放多久 OK 那我们以后 饮食机会要避开 但是这个事情太奇怪了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台湾人或说 有吃果条的这个民族 跟人类吃多久了 对 怎么可能 没有不干净 或是不卫生的都有 我从小吃到大了 我人家就去烙晒你 怎么可能会丧命呢 所以呢 今天米酵菌酸 查出来就是致命的原因 这是其一 那我们要选择避开米酵菌酸 但是呢 却不是说避开果条就好 因为果条下一查 完全都没有验出来啊 那是不是在过程当中 有人把米酵菌酸给加进去 或者是什么状态 会出销米酵菌酸 第三个 保洁哥 不要以为他们都吃果条 他们不是用手吃果条啊 他们都去餐厅 他们是用餐具吃 对不对 而且第二个 他们有可能加调味料 是不是有些人有加 因为其实你看 其他有些人 这也是吃果条 对不对 他们状况就是腹泻就回家了啊 有那么严重吗 没有 所以你说它是身体状况 OK 那或许是吃果条的过程当中 哪一个环节 他们有出现差别 会不会是调味料 会不会是哪一个环节 出现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我们只知道 是米酵菌酸造获 但是呢 来源不一定是果条 而且 还没有完全排出所谓的人为因子物 所以宇宙 现在这个东西恐怖事 你确定了 是我们最不想碰到的米酵菌酸 因为米酵菌酸在台湾 从来没有过 而且刚刚讲的米酵菌酸很多人觉得说 他如果变成本土化的话 我以后能够清楚得了吗 那现在更怪的是 刚刚讲 两名死者六名重症 你都已经有米酵菌酸 可你到底是吃龟啊 还是你做了什么东西 现在龟啊里面又没有米酵菌酸 那这个米酵菌酸 从哪来的呢 是保育哥现在是知道的多 心悦发慌 你知道为什么 原本大家好 我们不确定 到底是毒素来源是什么 现在确定 已经是米酵菌酸 那你们想 好歹把源头抓出来 因为卫福部 一直跟我们信誓旦旦讲说 哎呀希望大家 有最大机率是果条 为什么要这样讲 当然嘛 我们能够确定食材之后 我们能够断圆嘛 我们把整个事情清楚关闭嘛 就现在没有想到 各位我跟你讲 他总共有51样食材 他查了19样 你知道他率先从什么地方查吗 米粉 炒饭 果条 就是主食类嘛 因为大家最优先怀疑 跟米类制品有关的 一定有大问题嘛 结果现在清茶了 而且他清茶不只是单一的清茶 他是说店内 我在保林里面 有的食材 剩余的 我把他全部带走 厂商上游 包括其他家 通通都带走 通通都鸡茶 结果 都没有 完全没有毒素 没有米酵菌酸 那这样事情大条啦 那现在剩下的可能是哪几个呢 第一个啦 魏福部现在假定第一种可能 我们把时间往前推 代表有问题的 全部都吃掉啊 所以剩下来的 这是新的 没有问题嘛 但是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搞不好都被灭震了 对嘛 他是说有可能被吃完了嘛 或灭震了嘛 不知道嘛 但我反对一件事情 如果是照这个逻辑 代表前一个批示的话 那不对喔 我们按照逻辑去想 那代表他是源头有问题 那源头有问题的话 那应该其他拿到同一批果条的厂商 也应该要出问题嘛 对不对 保雷哥 那请问其他厂商有没有问题 好那我再来讲 而且只有这家店有问题 对好我再来讲一件事情 各位请问他17号到25号 也就是我们拿简体的这段期间 总共卖出了几份果条 68份 那68份 请问我们截至目前为止的病例是多少 只有大概21 22 所以数字有显额意见都不容的地方嘛 如果说是果条出问题的话 也不应该是这样子啊 那再来第三件事情 各位 其中有个日期怪爆了 为什么 20号 20号嘛 那20号总共有几个人吃果条 7份果条 结果有这个可能 刚好这7个人天选之人 都没事 对都没事啊 因为我们讲你往前推 19号有问题 对不对 你往后推21号有问题 来各位就是你看到的 刚才讲 17号卖出5份果条 18号一份果条 但这17 18都没有问题 19号开始有问题 19号卖多少 卖6份 20号还更多 20号卖出7份 21号卖出9份 他没问题 中间怪了 你中间20号卖了7个果条 为什么这么一次 对 保险哥我们要讲科学 就按照科学来讲 他应该按比例去分配 但是你仔细看 后面的果条 卖的非常多 但是他的病患数 却没有等比例的增加 反而是19号 明明感觉卖没几份 就好多人都中了 20号这7份 挂零这个道理来讲 完全不可能 所以现在大家 只有几种推测嘛 第一 会不会是剩下的32个 保险哥我再讲一次 还有32个食品还没有剪到 而当中 有一个我最怀疑的是什么 酱料 如同刚才文耀哥讲 酱油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各位 酱油为什么我一直怀疑 今天他有讲一件事情 包括创办人说 我们的酱油不是来自于台湾 只有这样不是来自于台湾 他说因为我们为了求味道是道地 哦 岛油是来自国外的 他说是从马来西亚进口 那我问一下 他们最近是不是经营不散 最近是不是财务状况有问题 那有没有可能取而代之 去买便宜的 因为你从外国空运进来实在不便宜 会不会去找中国的 会不会去找 甚至自己在当地 随便喇喇自己酿造 不知道就是节省成本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或者是放在桌上的调味品 是不是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有那个问题存在 因为现在如果果调没有问题 我各位念给你听 高丽菜啦 豆芽菜啦 红杏菇啦 夜兰菜 夜兰菜 都没问题 那剩下都没问题 难不成天上掉下来的 怪了 再来从人 我们刚才讲完是 物上面的诡异的地方 人也有怪的地方 包括你知道 他今天压了很多人 今天说好多人 把它列为所谓的被告 包括我们讲的创办人 包括店长 包括厨师 但厨师有两个喔 一个叫做什么 胡姓厨师 你知道这胡姓厨师 倒大美 为什么吗 因为都 越南人 而且他是为什么要来 代班的 他是代班的 他来代班九天 然后被抄得乱七八 他说我不知道 老板给我什么 我就吵什么 但最怪的是在这边 检调竟然把另外一名 原本的厨师 修驾的 主厨 修驾 出国完的 已列为被告 那没道理啊 宝贱哥 他明明出国去玩了 那为什么要把他列为被告 所以很显然 在案情侦办当中 即便现在侦查不公开 一定是有什么 不为人知检调 觉得这个人 他有高度的疑虑 高度的疑虑 因为他 他休假时间非常长 我们再讲一次 那个代班的有九天 所以代表他离开台湾 已经好几天了 四天都不在台湾 那四天都不在台湾 食材他说是谁叫的 老板叫的 都在从这个代理厨师 跟我们讲说老板叫的 老板叫的 那老板叫的食材 有什么吵什么 有什么吵什么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厨师给压下来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或许检调 现在已经从食材也好 从人也好 掌握到详细的案情 但现在最害怕的是 这个东西绝对可能是人货 但人货究竟是主动 还是因为督导不良 因为贫管不良 恐怕这两者都有可能 好瑞德 现在恐怖的事 我确定了 两名死者 六名重症 都是米肖浚酸 可是你现在查了半天 查不到 而且刚刚讲 你现在去查这个环境 大肠赶菌 什么海洋户菌 什么都没有 对 没错 因为这是台湾第一起 米肖浚酸的这个案例 而且造成两个人死亡 那么我们希望 另外四名在交互病房里面 今天传出来说他们病情 持续恶化当中 其中有一位还要清洗到脑部 所以希望他们 能够病情好转 可问题来了 东西怎么来的 米肖浚酸 因为他无胃无臭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更可怕是没有解药 但问题是他一定有一个 什么东西造成这个东西 让大家吃下去 对啊 目前验的三种 因为他的这个 章机所提供的这个标准体有限 所以呢他先把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个 比如说 伤者住院的人 跟死者解剖的相关的检体 先验了嘛 所以现在有至少有八个人的 这个身上都有米肖浚酸 所以呢 一定一定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但问题是 是什么 因为今天验的出来的三种 从这个保林 这个餐厅查扣的东西啊 总共查扣的有三十几种啊 那三十几种里面呢 因为今天先验三种 包括这个 比如说板条嘛 龟条 包括这个饮料 也包括这个米粉 验出来都没有 可是 不要以为都没有 就都没事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那个 另外三十几项 可能有之外 因为去验的时间 已经太晚了 因为他从19号开始嘛 那19 21 22 23 你没有发现有哪里不对吗 后面越来越清正 还有20号那一天 为什么没有 对 因为照理来讲 这个东西有的话呢 一定都有嘛 不可能20号那天没有啊 那所以呢 到底为什么会20号那天浪杠 因为有一个女明星 谢姓女明星 她是20号去吃的 她没有事 她连呕吐啦 拉肚子都没有 20号没有 欸 奇怪 19号开始 然后21 22 23 都有 然后呢 那么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 那么多的重症啊 那米夏俊顺是哪里来 她不会无缘故爬来的嘛 那她的上游 也就来自于 综合被查扣的 这16件的 这个龟儿条的 相关的这个检体 很怪 也没有 没有 而且你跟没有发现吗 那么宝林只有这家有 在这个东区的这家A13的 有 别家她也没有啊 别家用的东西 龟儿条都 原料都一样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 这就超多的怪 所以呢 刚刚这个等于说 为什么特别讲到 酱料 我也第一时间就怀疑到 这个酱料 因为他们的这个 所谓龟儿条 对不对啊 那么它是它的主打的 第一 这个讨喜的 相关的这个菜色啊 对 它里面特别强调 它是用马来西亚的黑酱油 对 马来西亚的黑酱油 里面是什么东西 有人知道吗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好 今天这更怪的是什么 因为呢 你把这个胡姓厨师啊 还有包括店长啊 包括这个老板啊 三个人列被告 我可以理解 可问题是中姓主厨 为什么列被告 他休假啊 他在案发前 不好意思啊 案发前 那18号就出国去了 19号才开始陆陆续续发生嘛 那为什么会把它列被告 限制出境出海呢 是不是在检察官 因为有可能有些东西 我们现在不知道 检察官手上握有什么东西 我连他一起怀疑下去嘛 这个东西不会无缘无故 出现在这八个人的身体的检体里面嘛 那如果万一其他东西都没有 难道他从天而降吗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到水落石出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个东西啊 是台湾第一起 而且无从预防 还没有解药 所以如果你不能把它查出来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人为可能性很低 但不能排除它的可能性 当然问题是 就算不是人为而是疏失 那你也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让这个悲剧不会继续重演 本来这些相关人等都是在人 现在列为被告代表 有新的证据出来吗 可是我现在查了半天 我查不到这个病区啊 难道跟他们身体有关 还有这个老板一直说他没钱 你刚刚讲他有很多支付命令 也就是你欠那些 对 电话费也欠 保险费也欠 可是他居然找了一个 非常贵的王牌律师 对这个老板呢 其实他做生意一向都是这样 他把重点放在哪里 coast down 可是呢 他只有对自己 不会coast down 在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找到他非常多的一个支付命令 真的是从台中欠到台北 各式各样 到处欠钱 对开店的租金也欠 然后呢你要拉电话线 中华电信的电话费他都欠 员工啊 然后还有这个货款 全部都欠 反正呢像这次来讲的话 诶 那个保单独门的重要 而且保费能清 他竟然也没缴 然后呢就直接说 我们公司在动荡的期间之间 所以漏脚 问题是如果关于到他的时候 你看他昨天 这个样子 都完全不理不睬 然后呢手放在后面 好像还是来巡店一样 可是呢当发现说 他们政府要叫你赔钱的时候 马上今天找的大律师来了 他找到这个大律师有多么的厉害 他以前过去呢就帮这个富少 富少壮死两个人 一省的时候呢是判了多久 两年四个月 找到这个大律师 竟然竟然可以 一年两个月 从两年四个月 两条人命打到一年两个月 更神奇的事情 已经关出来了 所以呢从头到尾 如果是跟他有关系的 他就会想一办法 对他就敢花钱 然后呢花最贵的钱 找大律师 但是呢如果在店里面 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呢 其实他很多的富贫里面 除了 因为他是马来西亚的嘛 除了贵亚条之外 另外就是芭古茶 肉骨茶 一直被大家刷一心啊 你的芭古茶 竟然都没有那个 都没有味道 也没有料 又贵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有人偷偷的跟我们讲说 他在店里面只要求说 你芭古茶的原料有没有 看尝试看看 能弄几次就弄几次 所以呢 他的味道会怎么样 会越来越淡啊 这过去来讲 一般的店家 你一煮芭古茶就是一次嘛 他没有耶 听说他就是要求他的店员 就说你芭古茶要能够把它 想尽办法能够煮多次一点 所以人家讲说你的芭古茶 超难吃 没有料又很贵 饭还很硬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被人家讲 然后呢 里面店员就告诉我们 其实 他要省成本 所以呢 他就一直去洗 那为什么他好会有 这么多五星评论呢 4.6 对 因为他自己就懂行销 所以呢 他只要来 五星评论 用沙嗲来骗 然后呢 后来呢 有讲说 沙嗲也没有骗之后呢 又送一些汤 从头到尾 他就用这个方法 所以你给我打五星 我就送你东西吃 为了要摊涂那个东西 就给他打高分 所以他洗了很多的评价 像我们去吃餐厅 都会先看看评价嘛 但其实你看哦 891平均4.6颗星 但其实 他真的不好吃 而且其实他真的有问题